西汉名将李广的个性,有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自命不凡,他有这个本钱,李广先祖李信是秦朝名将,从那以后他们家族世代都有人在朝廷当大官,出身这种家族的人基本上都有自命不凡的性格特点,他自己的本事更不用说了,一身绝世武艺,无人能敌,用箭射石头,可以把整个箭头都射进石头里。 听说哪里有老虎,他就亲自去射,而且为了一射而终,常常等老虎跑进了才射,而与敌人打仗,他更是不要命,喜欢肉搏,而且经常这样干,以至于汉景帝时,他这个不要命的画风,把点鼠国公孙昆鞋都吓哭了,他哭着对汉景帝说,李广自负,多次和敌人肉搏,再这样下去,咱们就会失去一个天下无双的大将,恳请皇上想个办法。 汉景帝想了办法,是把李广调走,调位上郡太守,而那时,李广是上古太守,几乎天天和匈奴人打仗。 如果说李广只有匹夫之勇,那就大错特错了,他的感知和谋略,也是可以让人叹为观止的。 是汉景帝时,有一次,匈奴军队大举攻入上郡,汉景帝派一个亲近的宦官,随李广出征,也不知哪股神经发了,那个宦官不好好在军营待着,带了几十个骑兵外出兜风,风景还没看够呢, 就碰到三个匈奴人,双方一交手,几十个骑兵竟然不是三个匈奴人的对手,除了宦官一人带剑伤逃回,其余的全部被射死。 宦官回来见了李广,把情况一说,经验丰富的李广说,那三个匈奴人一定是射雕的,怪不得剑法那么好,射雕都没问题,别说射人了。 说完那话,李广带了一百多骑兵,去追那三个匈奴人,很快就追到了,因为那三人没骑马。 结果,剑法那么厉害的匈奴人,被李广一剑一个射死两个,剩下一个被活捉,一问,果然是射雕的。 没想到,他们刚把俘虏捆好上马,前面不远处就出现了数千匈奴骑兵。 匈奴人看见李广等人,以为他们是诱饵,所以就没敢冲过来,直至上山不振。 而这边除了李广,其他人都吓得双腿直打哆嗦,咱们赶紧逃吧,逃回大营就安全了。 李广说,咱们一跑,匈奴人肯定会追,咱们离大军几十里,短时间内肯定无法逃回。 匈奴人追上来一射箭,咱们肯定都活不成,但是我们若不跑,匈奴人就不敢追,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是诱饵。 李广又说,所以咱们不但不能跑,还要去迎接他们。 他命令士兵前进,一直前进到离匈奴人仅有两里才停下来。 然后,李广又下了个让士兵们胆战心惊的命令,都给我下马,解安。 士兵们下了马解了安,李广又命令他们把马放开,让他们随便去吃草,然后让士兵们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晒太阳。 在这之前,李广还对匈奴人发起了一次挑衅,一箭射死了一个,出来监护士兵的匈奴将军。 结果射了就射了,匈奴人连手都没敢还。 将军被射死不敢还手,汉军躺在地上,他们不敢冲过来捡便宜。 那时他们认定这些诱饵后面,一定有大军埋伏。 相迟到半夜,匈奴人害怕这些汉军对他们发动袭击,主动撤走了。 而这个例子,只是身经百战的李广的一个小意思。 说李广身经百战,一点也不夸张。 李广仅和匈奴打过的仗,就达70多次,时间跨度40多年。 然而,直到满头白发,李广也未能松口。 是他的战功不够,不具备封头的资格吧? 未必,别的不说,仅凭他对匈奴作战70多次,就算没有突出的战绩。 但把这么多次的战绩加起来,姬小宫为大功,恐怕并不比一战成名的过去并差。 关于李广为何未能封头的原因,不少人从各种角度进行过探讨,李广自己也是迷惑过几个。 据时机李将军列战记载,汉武帝时,李广还就这个问题,咨询过一个名叫王硕的新想家。 他问王硕,自从汉兄有战争以来,我一次也没落下,很多校尉以下的将领,才能逼我差远了,连中等都算不上。 却有气身因攻打匈奴而封猴,而我比那些人强多了,却到今天也没能封猴,是我功劳不够吗? 还是我的长相有问题,命该如此。 王硕不正面回答,而是让他回忆他这辈子做过什么悔恨的事。 李广说,他这辈子值得悔恨的是只有一件,那就是他在担任龙西太守时,强人叛乱,他杀了八百个投降的强人。 于是王硕一口断定,这就是他未能封猴的原因,正所谓霍莫大于杀以降,此乃将军所以不得猴折也。 由此看来,李广是十分在乎爵位的,因为这是衡量一个将军,是否活得有价值的标志。 还有一点是,很多不如他的将领都封猴了,却没有他的份,他不服气,也不甘心。 所以,一旦再有立功的机会,他一定不会放过,希望能够立个大功,弥补多年以前那个杀将的过失,以便能够封猴。 元寿四年公元一百一十九年,汉武帝发动了墨北之战,李广认为机会来了。 然而,汉武帝却不了解李广的心思,没有把这个机会给他,李将军您年纪大了,好好歇着吧,让魏卿获去病这些年轻人去。 李广确实老了,那年都六十多岁了,但正因为老了,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,他才死皮了脸的飞去不可。 李广确实豁出去了,不然也不会多次请求随行。 汉武帝这才勉强答应,同意他当前将军。 汉武帝答是答应了,却暗中吩咐魏卿,牢里头老了,不能让他与蝉鱼单独对阵,否则就抓不住蝉鱼。 更有意思的是,汉武帝甚至对魏卿说,李广这老家伙命不好,眼外之意是命不好的人会给军队带来霉运,所以能凉拌,就尽量把他凉拌了。 不知汉武帝说李广命不好,是不是指他一直未能封侯,如果是,说明在他看来,李广是有封侯的资格的,之所以一直未获封侯,只是命不好。 至于魏卿,当然不能不听汉武帝的话,所以当他从俘虏嘴里得知蝉鱼驻地,就自带精兵去追,而把李广撇在一边,让他从另一路也就是东路出击,这显然是一个违背常理的安排。 按理说,既然知道了蝉鱼的下落,就应该集中兵力一股作气干掉他,魏卿反而把兵力焚散,难道他是傻子吗? 也许,魏卿让李广从另一路出击,是想和他对蝉鱼来个包围。 魏卿不可能这么想,因为他知道东路是一个弯弯绕,迂回曲折,而且缺乏水草,詹马都有可能饿死,李广无论多么努力,也不可能与他同时到达目的地,从而对蝉鱼形成包围。 反正魏卿这么安排,摆明要不给李广演出的机会,对这个安排,李广心知肚明,小魏同志这是自己去吃肉,汤都不让我喝一口啊。 但他必须吃到这块肥肉,因为这很可能是他这辈子立功丰厚的最后一次机会,真的是急不可施,时不再来。 于是他苦苦请求,我是钱将军,本应做前锋,大将军却这样安排,让我与匈奴人对阵的机会都没有。 请让我做前锋,与敌人决战。魏卿是个老好人,而且一直都是,然而这一次,他却以少有的严厉。 命令李广必须服从命令,还正儿八经地向李广下达了文书。 李广知道彻底没戏了,一怒之下,不跟魏卿告别就带着部队走了。 也许是太过气愤,以至于失去了冷静,李广连向导都没找一个,大有破罐子破摔的一次。 结果在途中迷了路,根据实际记载,李广迷路还不止一次。 再说魏卿,他倒是追上了蝉鱼,并且打了起来,虽然杀敌不少,然而由于兵力不足,导致蝉鱼突围逃走。 迷路的李广自然没有赶上这场好戏。 如果当初魏卿不理汉武帝的吩咐,不把李广撇开,而是带着他一起追击,会是这个结果吗? 以李广打仗的画风,再加上立功心切,动其手来绝对会拼命,蝉鱼逃跑的概率,肯定会小得多。 为了这一仗,朝廷准备了那么多年,志在必定,结果让蝉鱼轻易逃走。 魏卿的失望,是显而易见的。 他不检讨自己分散兵力的错误,而非要李广交代为什么迷路,说是向皇帝报告军情的需要,不知有没有要李广被锅的意思,反正李广极其反感。 所以当卫星派尝试来叫他的幕府人员去受审,他说迷路不关校尉们的事,一切责任由我承担,我亲自去见大将军。 来到卫星的大将军府,李广仍然对卫星让他绕路,从而导致他迷路耿耿于怀,还说这是天意,我已经六十多岁了,意愿死也不愿受那些刀比利的侮辱。 说完这话,李广就拔刀自问了,一代名将就这样死了,李广的自杀,与其说是为了承担责任,不如说是因为绝望。 他那么想立个大功,争取封侯,不料这最后一个希望也破灭了,活着还有什么意义? 他给自己那决绝的一刀,自然也包含了对卫星不带他玩的抗议。 这一战,卫星分散兵力的错误是明显的,但不知为何,事后却没有得到追究。 也许跟汉武帝吩咐他不带李广玩有关,若事后追究,汉武帝就是打自己的脸。 倒是卫星有自知之明,所以当李广的儿子李敢认为,父亲的死是卫星造成的,一戏之下去找卫星拼命。 从而把他打伤,内心有愧的卫星滋烟苦果,行都没行一声。 不料霍去病那个愣头青,知道后卫舅舅报仇,趁在甘泉宫受力之际,一线射死了李敢。 正在得宠的霍去病,自然受到汉武帝包庇,于是李敢的死因成了受力士被弱撞死。 一代名将就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,可谈可惜啊。 各位伙伴,这个事情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? 大家可以发表在评论区。 我是议员,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历史,欢迎关注,点赞,谢谢。 为了这一仗,朝廷准备了那么多年,志在必得,结果让禅于轻易逃走,魏卿的失望,是显而易见的。 他不检讨自己分散兵力的错误,而非要李广交代为什么迷路,说是向皇帝报告军情的需要,不知有没有要李广被锅的意思,反正李广极其反感。 所以当魏卿派尝试来叫他的幕府人员去受审,他说迷路不关校尉们的事,一切责任由我承担,我亲自去见大将军。 来到魏卿的大将军府,李广仍然对魏卿让他绕路,从而导致他迷路耿耿于怀,还说这是天意,我已经六十多岁了,宁愿死也不愿受那些刀比例的侮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